甚至於他們要向我們要資料 早期我都會參加開會 有的人來向我們申請資料 有的那些負責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人 就覺得說 那我們把資料給人家研究所 那個佛學院是不是對我們有點影響 師父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要辦教育 他們在辦教育 也在弘揚佛法 不是很好嗎 所以師父都不拒絕的 要送給別人 只要人家有需要 所以我就覺得一個法師的心胸氣度 是那麼的寬廣 而且現在他常常跟我們講 放眼世界 立足中華放眼世界 是這樣子的 弘揚中華禪法古中的漢傳福祉 也不是說只是為中國人的漢傳 這個兩個字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漢傳有這個特色 它是包容性 管大性 普遍性 所以未來的世界佛教 需要這樣子的一場揪神 所以我們師父是這樣的一個眼光 那這一篇是以前那時候 我們我擔任義工的時候 師父寫給我們的一個親手寫的信 那我把它刷下來 給大家知道 我們很多早期 現在比較好的 早期啊 淨土歸淨土 禪修歸禪修 兩個是水火不容的 可是我們法古三 你們說 容不容 我們是河流 因為本來就河流 所以師父就有 我這引起句話作為一個代表 本是禪淨 並紅 而應激色教 大眾各舉所宜 而自視其安 出擊入佛 以自立自安為首 剛剛開始踏入佛門 你當然自己先把自己 用佛法來訓習 略色修學 則之安人立他 有了一段時間了 我們要行菩薩道 所以師父很重視 大家都一起去受菩薩 藉意識激重 翻為就敬自立的普二法門 好 我就介紹到這裡 這個我就沒時間再給大家 來細節的東西再說了 感動師父為法望曲弘揚正信佛法 推動人間淨土的備至紅月 師父未來要建設法谷山的法谷大學 需要募款耶 師父抱併 洗膚法 好多人拿到師父的墨把 好歡喜 所以後來再鼓勵師父再寫 師父 我們的中正經社是不是 那時候的中正經社 師父的療房 小小的療房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的鑽子菩薩 我說 你讓我今天第一次來 讓我介紹一下 師父那時候的療房在哪裡 因為我想到師父的療房 我就會想到師父生病的那個時間 的那個過程 然後他就帶我到 師父的療房所在 然後他說 他流著眼淚 馬上眼淚就掉下來 他說 師父都叫我們不要太改裝 這樣就可以 以後呢 比較容易再用 所以師父在那樣子的 本來是建設 因為師父未來要治病 處理 比較不要從山上下來 那麼麻煩 時間要延宕很多 一個禮拜要三次進醫院 所以就暫時給他這裡住 住得很委屈 然後師父沒有要大家 給他怎麼樣的來大事整修 可以就可以 就像住那個冬初禪師 但是你知道師父沒有床的耶 臨時 睡覺才鋪的耶 是這樣的 我雖然沒有去冬初禪師 我看到照片 我就感動耶 小小的 窄窄的 師父一個住持 法師 大家都那麼的尊敬 仰慕的 他是這樣的刻苦自己 而為了要弘揚佛法 然後這個是師父 這一張 師父在寫字的 這兩張都是 那師父已經坐了輪椅了 有的人 我們有一個菩薩 有一次臉上貼了一個膠布 好幾天沒來 我說你怎麼都沒來共修啊 他說 不好意思見仁 但是 臉上貼一個膠布 他就覺得不好意思見仁 有些人 坐了輪椅 不想見仁了 封閉自己了 師父以前是多麼讓大家瞻仰的 師父的風采 好多人都好讚嘆耶 而師父 放下身段 不惜你病中的 這樣子的一個身形出現 真的我們看了都很感動的 這種精神毅力也是 我們人很多有時候會保護自己 既有的形象 師父根本放下自我 只要信眾需要我講話 我就來 真的 一次一次的聚會 師父真的不可能來 他來了 我後來看師父的書 我都知道 原來師父這麼這麼這麼的不容易來 而他最後來了 所以真的是讓我讚嘆敬佩 這份精神也讓我這一身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支撐力量 這一次演講 我也很感動 1990年在國父紀念館演講 那一次的演講 講得大家好 歡迎喜 結果你們去看金山有礦 我看了金山有礦 我知道師父那天演講的時候 膀胱發炎 嘴巴發炎 身體是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他熬著 兩分鐘頭在台上演講 而我們聽得發喜 我看到了金山有礦 這本書出版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做義工 常常都要到師父那個貴賓室 走來走去 那個休息室走來走去 然後呢 場內也是 然後師父演講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聽 哎呀 師父講得那麼有精神 師父跟那一些貴賓啊 也都要招待 因為師父一進去 都有貴賓 要跟師父講講話 在演講前 師父都會在貴賓室跟這些貴賓講講話 師父表現出來就是那樣子的 根本讓你不知道 師父是這樣子的身心在煎熬 他講出演講 所以你們看金山有礦 會跟我一樣的感動 然後那時候 七月馬上又有一場 玩小體育館的演講 都是很 大家都是真的 那時候開始知道有這邊一位法師 稍微對理念有佛法的正知正切 而且有認同的 都會很喜歡去聽師父的演講 真的 所以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人潮汹湧的 進入會場 那這個圖表 我相信常常接觸 我們法虎山的就會知道 我們師父的理念 師父整個身團 他在弘揚心靈環保的理念 帶動四眾弟子的教育 就是以心靈環保為核心 然後用心五四 四種環保 四種環保 心靈環保 禮儀環保 自然環保 生活環保 然後呢 帶動三道教育 然後 為了帶動社會人心 接受心靈環保的理念 推出心六輪 就是為了達到我們法虎山的理念 每一個人 只要能夠用理念 轉變我們的心態 我們的品質就會提升 那 每一個人的心靈提升了 當下就是淨土 所以我常常跟菩薩講 其實建設人間淨土 是建設在你的心中 所以師父很早就跟我們講 我的法虎山已經建好了 那時候法虎山還沒建好 我已經建好了 就是師父的淨土已經建好 在他的心中了 他是要為我們人間 建下一個淨土 修學的一個道場 讓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提升 我們只要能夠用到 正知正見的佛法 我們品質一定提升 我們當下心清淨 則國土清淨 當下就是淨土 師父的夢吧 我不愛生命 但喜無上道 這個在我們的網站上 我們可以看 我們今天天下宥